今天这个视频你要用心看 一份来自中国总财富分析报告的数据 中国总财富总量为790万亿 其中国资占360万亿 富豪阶层约有460万人 约占290万亿 中产阶层110万亿 约有9900多万人 剩下的这13亿多人的总资产为30万亿 也就是说13亿老百姓的总资产才30万亿 若按照该比例计算的话 老百姓的财富总额在整个社会财富中占比为3.79% 咱们继续对这13亿多老百姓的财富再细分一下 若将这3.79%平均分配的话 每个人大约有2万多点 由此可见 我国90%以上的人真不是一般的穷 最关键的是对于这13亿多人 还不能只看平均值 在这个群体当中最好的 它也好不到哪去 而穷的呢 没有最穷 只有更穷 这么多年 由于资本市场的不断扩张 从所谓的合法的金融机构 到钻法律控制的大小平台 可谓是用尽手段大肆收割这些被底层思维固化的自我感觉良好的穷苦老百姓 举个例子 你带了银行或者平台的款 是不是要签他们事先拟定好的格式化条款的协议 是不是要付各种的稀费 是不是要用各种抵押担保 最次也要用自己的信用做担保 对吧 那这种形式是不是可以认为银行或者平台是在做生意 他们做生意赔了 有法院给他们撑腰 那咱们做生意赔了 是不是就要自认倒霉 我他买卖的就想不明白该我们承担的 我们必须要承担 不该我们承担的责任 为什么我们要一并承担 将别人的过错夹到我们的身上 是因为我们的腰弯的不够大吗 非得把我们打趴下或者是跪着 才是他们想看到的吗 铁铁门评论区聊聊吧 也可以来安宁直播间好好聊聊